零五零四零 四零四零 兩位零三老師 大家好 我們現在為您介紹我們的總理 我們在這個組織內 有做到兩個工廠 第一个关门就是植物 和培育机 我们要做这台培育机的原因 是因为第二年节的时候呢 是曾经在上课的时候 叫我们做一个实验 就是看如果没有浇水 它的植物会不会顺利的成长 但是我们在这个实验的时候 发现了两个缺陷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 我们假如使用工具很强 那很有可能伤到自己 然后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我们 我们不可以因为植物 它不会说话 所以我们就可以任意的去 伤害它的生命 或者让它有残缺之类的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功能里面用到的输入是 土壤湿度模组 如果土壤湿度模组 感测到有定时浇水的话 同化现整合模组就会发亮 来告诉你说 现在植物到底生长到什么的位置 然后动化的植物也会持续的成长 然后第二个功能是 昆虫成长观察机 我们要做这个观察机的原因是因为 在三四年级的时候 自然老师有叫我们 一段时间去观察昆虫 然后但是在观察期间 我们发现 有些昆虫其实如果 激怒到它的话 可能会发出一些语意 或是让我们这样的伤害 然后第二个 就是 有些同学会不敢去看那些昆虫 会害怕它 所以就不敢观察 然后这个 这个观察机的输入就是 可变电子 因为我们可以用可变电子 来调整昆虫的成长 然后LCD 就会显示出昆虫的年龄 然后动化的昆虫 也会显示出对应的不爱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示范 一开始 我们是先来种我们的植物 第一天 假设这个是一个 花痕 我一开始先种 先浇水 第二天浇水 到中等级 然后最后就结束 但是 假如我们有一天 没有浇水 那它就会死掉 嗯 对 这就要模拟 一个 植物的一生 对 然后我们第二个 是我们的昆虫观察机 然后我们这边用浮蝶来当蛋的 对 好 一开始 我先用这一颗 可变电阻来调整 它 这一个 蝴蝶卵 它的 生长阶段 一开始 我现在是一颗了 希望我可快长大 它这边会配音 然后这里也会显示 我是一颗了 希望我可快长大 希望我可快长大 然后这 这也不改变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谢谢评测 我觉得你们的很简单 可是相当完整 算是不错 谢谢评测 虽然你们的解释有一点牵强 但是 还掰得很有力 还蛮会转的 所以 基本上你们这样观察是对的 但是 如果是自然科老师 是比较不会 朝这方面去做 但是你也可以进入这个互相的动画 朝这样去解决 课堂上问题是对的 这个做法是对的 好 谢谢 老师想问一下说 你们这个 作品的话 会运到你们课程的 那个单元是哪 有上到列是这样的东西 有 因为现在我们中龄博小 一二年级 我四年级只要有课程 你们都是几年级 我是六 他是四 对 然后我们的中花 就在四年级有做过一遍 然后一二年级也有做过一遍 对 一二年级就做过 对 一二年级只是做得比较简单 对 所以是那时候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现在想到什么可以用做不到产生 对 好 那你们这个产生的过程是怎么样 有一些职上助理 还是同工的过程 有 这里 这是我玩的 大概也有现象 对 对 我们原本想到的 对 好 谢谢评审 跟那个软是那个 好 太好了 哈哈 那个软我已经不乱了 ok 好 好 谢谢评审 你还没有什么要补充 你有一分钟 这样 嗯 有什么问题 我们做这个 它的功能好处是在于说 我还可以 我变成蝶了 我还可以把它转回去再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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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可以复兴 倒带 对 你就可以更更知道 OK 知道它的生法 那有没有想说这个到时候回去 可以跟学弟学妹们同学分享吗 对 OK OK 好 好的 那谢谢互助朋友 谢谢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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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